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介绍一款软件 什么软件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SDKMAN 我把它定义为是最强的软件开发包的管理工具 什么意思 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公司 是吧 一位开发工程师 他可能要同时开发多个项目 当然了 比如说咱都是Java项目 他可能要开发一个Web项目 可能要开发一个命令行的项目 对吧 然后咱们Web项目 可能用到的是JavaJDK8 命令行的可能用到JavaJDK12 对吧 那么这位工程师 他需要在本地 不停的切换JavaJDK的版本进行开发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很苦恼吗 对吧 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那么该怎么做 就要用到类似SDKMAN这样的工具 进行本地的JDK管理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当然我给您介绍的这款SDKMAN 他不仅仅能管理JDK 还能管理Kotlin 能管理Mavin Aunt Gradle 都是可以 今天咱们就以Java为题 我给您讲解一下 首先 咱们先看一下SDKMAN的官网 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然后咱们进下他的官网 Go 大家请看 斗大的红字 SDKMAN 软件开发包的管理工具 Manager 经理 是吧 怎么管理 今天给您演示 咱们一起来试一试 首先说 我要对它进行安装 我今天采用的系统是Linux Ubuntu版本的Linux 进行安装 这个软件是多平台 您可以把它装在Linux上 Mark上 同时也可以装在Windows上 不过装在Windows上稍微有点麻烦 我今天给您讲解 如何安装在Linux Ubuntu上 咱们马上开始 我今天采用的Ubuntu的版本 是18.4.04 最新版本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18的版本里面 默认的没有给咱们 安装ZIP和UNZIP包 不过我已经安装完成 我现在再给您安装一下 好 咱们试试 我现在是在命令行的模式下 咱们先安装ZIP 当然了 安装完的朋友可以不再安装了 因为我已经安装完 所以说不再安装 OK 接下来咱们再安装一个UNZIP 没安装的朋友也要安装 没问题 我都安装过了 好 接下来咱们就要安装SDKMAN 就是这行命令 试一下 Go 因为我已经安装完了 所以说很快就过来了 对不对 好 安装完之后 清一下屏 然后用Source这个命令 在本地上进行激活 也成功 没问题 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 本地我安装的SDKMAN的版本号 大家请看 我现在的版本号是SDKMAN 5.7.3 没问题 应该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好 接下来 咱们打一个SDKHELP 看一下 都有什么命令行参数 非常的多 对吧 我今天就会给您讲解到 其中的几个都该怎么用 常用的几个 我今天都会给您讲解到 好 咱们先讲解哪个命令 大家请看 List 什么意思 SDK List 来显示SDKMAN这个工具 都能够为您安装哪些个SDK包 试一下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手推 不是手推 第一个是Aunt 它是按字母排序 不是手推 按照Alpha字母排序 然后咱可以安装 然后是BC都可以 包括这个Gradle 大家请看 这是安卓打包工具 咱也能安装维护 包括Maven都可以 包括Java 大家请看 包括这Java 都可以吗 没有问题 今天咱们就以Java为题 给您讲解一下 好 怎么安装Java 咱们试一试 首先咱们打入 SDK List的空格Java 看一下 我这个SDK工具包 都能够安装哪些个版本的GDK 试一下 大家请看 出来了这么多个版本的GDK 安装哪个呢 比如像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装这个Web项目 用到的是8版本 所以我就安装8212 租入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咱们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已经把命令打出来 安装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SDK 控格 Install 控格 Java 就能够安装 这个安装方式 是没有指定安装的版本号 它会安装最新的版本 但是咱们有时开发这个产品 一般不会用到最新 对吧 一般都是用一些稳定的版本 比如说 我用到8212 这就很稳定 咱们试试 好 进行安装 先轻上屏 好 回撤 大家请看 安装完之后 让它提示 把Java8212 作为我的默认的版本 咱们再打一个SDK List Java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版本已经安装 并且正在使用 没问题吧 那么咱们怎么确认呢 用Java 咱们许个Java朋友都知道 Java-Version来看一下 稍等 大家请看 1.8212 没有问题吧 因为它采用的是 OpenGDK的核心 所以说这个地方 打住是OpenGDK 其实这样 它给咱们提供的库 因为这个Oracle是收费的 它提供的Java库 都是基于OpenGDK核心 好 咱们清空 接下来 咱们再安装 其他的版本 为什么 因为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8版本 对吧 比如说 我想再安装一个12的版本 行不行 当然可以 怎么安装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SDK install Java 空格 让后面敲上版本号 我安装是12.0.1 Zulu 这个版本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版本 对吧 没问题吧 好 马上安装 Go 他问 他说什么 安装完之后 他会问 是不是把我这个12版本 替换为默认版本 咱们选择是 直接回车就可以 然后咱们再敲Java Warsen 看一下 现在默认的Java的版本 那请看 刚才是1.8 对吧 现在是12了 对吧 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接下来 我请上屏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现在安装的Java的列表 大家请看 我本地安装了8.212 又安装了12.0.1 对吧 现在呢 我正在使用的版本是12版 对吧 刚才咱们也看到 没问题吧 那么我想切换到8 该怎么做 很简单 用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SDK空格Default 默认空格Java空格 敲上咱们要用的版本号 就可以了 试一下 好 注意看 回车 好 他说默认的Java版本号 已经是8.212 租入了 好 咱们再打Java Warsen 看一下 已经切换到Java8的版本了 非常方便 咱们通过一行命令 就能够管理 咱们本地的各种环境 好 咱们现在再显示一下 Java的使用方式 使用状况 出来了 看这个默认箭头 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非常方便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再给您介绍一个命令 叫做SDK Current 来看一下咱们当前 咱们SDK main 都给咱们管理了 哪些个工具包 看一下 清屏 大家请看 目前咱们仅仅 让它管理了Java 这么一个SDK包 对吧 那么接下来 我想再装个Cotlin 该怎么做 很简单 试一试 这个SDK list 先看一下 SDK这个工具包 都能够 给咱们安装 哪些个Cotlin的版本 试一下 出来了 大家请看 可以安装这么多 然后咱可以安装 最新版本 1.3.31 对吧 OK 回来 咱们安装Cotlin 这个时候 我给您演示一下 不指定版本号的时候 如果按的安装方式 看一下 它默认安装是最新 试一下 Go 正式安装 1.3.31 没问题吧 它给它安装的是最新版本 这个安装速度 取决于您网络速度 一般安装GDK 都不会说 太慢 好 安装完成 而且把它设成了 默认的 使用版本 好 咱们怎么做 跟Java一样 Cotlin 控格 Cotlin 课程 以前我给您讲过 有兴趣风 可以看一下 学一下 看 咱们用的是 1.3.31 对吧 没问题吧 然后再敲 SDK List 控格 Cotlin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默认已安装 同时是使用版本 有朋友说 我们公司不行 我们公司就用1.2版本 没关系 比如说 咱们用1.2的 3.1 咱们再装一个 这个版本 然后把它切换成 默认的这个版本 那么咱们就能使用 这个版本 非常方便 咱们在本地 可以灵活的改变 咱们要使用的JDK 使用的SDK 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包的版本号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咱们安装了这么多 我要删除 怎么办 非常简单 咱们还是 咱们刚才装了两个JavaJDK 咱们现在删一个 List Java 大家请看 咱们两个 对吧 一个是8 一个是12 我想把12删了 该怎么做 这简单的要死 刚才咱们是install安装 今天咱们uninstall 这个 大家请看 SDK 控格 uninstall 控格 Java控格 指定上版本号 就可以删除 回来 试一下 go 已删除 删除的倒是真快 删除完之后 SDK List Java 看一下 没有了吗 对吧 没有了 这个地方 要是删除 咱们只有8这一个版本 然后 咱们再打一个SDK Current 看一下咱们当前 这个工具都为咱们 管理着哪些个SDK包 go 大家请看 它给咱管理着Java 同时还给咱管理着Cotlin 方便吧 比如我想装一个Maman 没有问题 装个Graddle 都没有问题 OK 基本SDK的使用方式 就是这么多 最后 是这样 SDKMAN本身 它如果有新版本的时候 咱们该如何更新呢 用这个命令 它给咱们提供了 叫做SDK Current Self Update 我自己要做更新 对吧 咱们试一下 如果现在 SDKMAN有新版本的话 它会给它马上更新 没有的话 它会提示 咱们用的是最新 试一下 SDK Current Self Update 试试什么 现在没有最新版本 现在这个 咱们用的就是最新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 讲解的SDKMAN的 基本的使用方式 让您可以灵活的切换 您所使用的SDK的版本号 您不认为很方便吗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央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下期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拜拜